在甲加达亚军会上,一帆震东,朱雨林为代表的年轻郑柔,出战的国庭包揽全部五块金牌,让全主力出战的韩国独金梦想彻底破灭,而中国听协也在近日转载一条重要消息,国庭前主帅在邀请付出指导拍电视剧。 这也是非常值得球迷们期待的关于国庭的一大喜讯。 8月30日,拼携转载的《乒乒乓世界》发布的一条名为《乒乓民宿助力朵金乒乓精神》,即将让见荧幕的咨询。 去年,就有媒体对朵金进行过报道,该剧是首部由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出品,的讲述中国乒乓球辉煌立场的国球大剧,但随后就没有最新进展了。 根据报道指出,夺金剧组特意前往北京体育大学,拍摄原老辈比赛场景,前国评总教练徐少发,郭若华,王涛,马文格,六位等平台民宿全出现在拍摄现场。 而许少发等人再次穿上中国战袍,并拿起球拍客串参与演出,而根据主演郑凯透露说,拍摄之前在体大封闭训练了三个月乒乓球。 许少发指导也经常来指导,剧组特意邀请前中国国评战门人许少发出山,请他再为宣传国评做新贡献。 刘国梁尽管尽管已经现任国评总教练一职,已经长达一年,但是他在退役后,依旧为中国评旁球经济做推广,他曾期待国评班上大荧幕,在世界上宣传中国评旁球力量。 这次在提总的安排下,剧组正在接级拍摄反映国评辉煌绿上的电视剧,许少发在看过剧本后激动的说,我看剧本能掉眼泪,这里面的很多故事, 我都亲身经历过,把这些拍好太不容易了。 中国乒乓球是中国人的国球,它凝结着中国人太多,关于为国争光的宝贵记忆,但精神需要传承下去,希望这部片子能大获成功。 从而激励马龙、张继科、白震东等中国体育健儿们继续为国争光,传递更多的正能量,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。